Hello 大家好 今集又來到SCARF 今天星期日 天氣正好 烈日當空 當然是行阿標普舒舒服服 今天來看看有什麼超準 大家精選了這四隻CASIO 我覺得蠻適合日常配戴的款式 不需要多說 之前我的影片介紹過 是超準的 拿出來精選給大家看看 還有上手 給大家看看效果 這隻CASIO的手錶 也是石英款 非常簡潔 做得比較薄 規格我不多說 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來試 我主要這條影片 給大家看看外觀 還有上手 給大家看看感覺 這一隻 這條帶都比較 比較傳統經典 大家看下去看清楚 這條帶是否有點像 某一個O字頭牌子的 一些鏈的 Style 我覺得蠻像 上手給大家看看 這隻帶在6.5吋的手腕上 都蠻貼手 都蠻舒服的 而且穿起來會輕身 有時很害怕 帶著一些光錶 很聚手很重 你會覺得很有壓力 但這一款就沒有這樣 都蠻舒服的 跟大家看看 一開始我以為這隻 都蠻有夜光的 但原來是沒有的 我自己都擺了一個烏龍 所以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看 看起來 表面像是有夜光 但其實是沒有夜光的 給大家看看 都不緊要 你日常帶的話 其實都 還有它是超信家 剛才展示出來 大家回到前面看 第一隻 跟大家看完 第二隻 這一款同樣都是CASIO 這一款都是簡單 但中間有一個十字 有些款 還有標帶 三格帶 還有 厚度也是OK的 不算很厚 算是比較薄 還有 都是很輕身 都是石英款 都是三格帶 跟大家上手 看看效果 又輕身 又薄 都蠻舒服的 這隻標 扣也是很簡單 只能打開 就可以打開 標扣 再上手 給大家看看效果 又帶上我6.5吋 的手腕 舒服 貼手 大家看到了 最重要是輕 石英錶都重 感覺就差少少 因為不是運動錶 如果是運動計時錶 如果是運動計時錶 有些質感 又是另一樣東西 OK 開都很簡單 單手就可以打開 標球 OK 又是跟大家看看夜光 照照 最近都買了紫外光燈 希望在拍攝的時候 都可以給大家看到 手錶 如果它有夜光 照照 夜光效果 就會出到 給大家看看 這隻 我記得 是指針 有夜光 對 大家都看到 時針 分針 都有做夜光 都OK 如果喜歡有夜光 黑度的朋友 即是夜光 指針的朋友 不妨考慮這一隻 OK 來到第三隻 皮帶款 介紹一些皮帶款 經常講鏈帶款 這隻 我自己對皮帶款 都有一個 情意結 哎呀 忘記給大家看過超訊價 大家自行去看 當然 有興趣的 最重要 是自己下船看 自己下船看 最好的 最理想 OK 好 繼續回來這隻皮帶款 這隻 白色錶面 也是石櫻款 相對這隻 都不算厚 而且 也是配襯皮帶 如果喜歡一些 比較斯文 喜歡平時 例如 可能 上班戴錶的機會 比較多 這些款 可以考慮 因為之前 都介紹的鏈帶款 比較多 所以這個皮帶款 都可以考慮 我自己 當然 都幾喜歡 我都幾喜歡 這款 比較傳統 好 好 上手給大家看看 他就配上針扣 有人說針扣 好像條帶容易壞 但是如果 講配帶體驗來說 針扣會舒服一點 而且 不會這麼硬手 好 上手給大家看看 都貼手 因為配針扣的話 相對會貼一點 所以針扣的錶扣 都有它的好處 也是 照照 給大家看看 夜光的效果 看起來也是 時針 分針 都有做夜光 還有大家留意到 它的秒針 做紅色秒針 都幾特別 這款 大家看到了 時針分針 都有做夜光 這款也是超瞬架 不需要多說 大家自己看 都是不沉氣地說 有興趣的來試試 真的 哇 用超瞬架來形容 真是 非常到位 這些是難得的機會 真的 大家真的要把握機會 好 來到第四隻 其實四隻之中 我最喜歡 因為第一 它用了羅馬數字 二四六八十十二 都是用了羅馬數字 都是用了羅馬數字 跟著它其實 它的錶盤都有些裝飾 大家剛才都看到 還有它其實 它的錶殼是用了黑鋼 幾正的 用黑鋼 真的 感覺是 是 比較高級的 所以我自己 我都幾喜歡這款 哇 真的 開始有點中毒 OK 好 也是指定動作 準備 上手 給大家看 還有介紹 這個其實是有 星期和日期的顯示 這些錶 配上羅馬數字 感覺很高級 好 上手 嘩 這隻 好像很適合我 嘩 真的 有些中毒 不行 不可以戴太久 所以 會出現 就是這隻 配黑鋼 羅馬數字 有星期日曆 還有它的錶盤 是有做回 做回 裝飾 它也是配回針扣 所以整個佩戴體驗 都很舒服 嘩 這隻 真的不行 要放下 再不放下 中毒 再說 石英基森 當然 這隻也是一個超準價 大家都自行看看 展示給大家看 都是超準價 大家真的有興趣 自己真的下來試試 當然有很多款式 所以我其實是接連幾集 會拍一些店員的精選 一些就是我自己的精選 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集的分享 大家有興趣的 記得下來SCARF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大家在看影片之餘 記得要支持一下我 或者想請我喝咖啡的話 澳門的朋友可以留意上半部分 包括左邊的過數二 和右邊的NPA 數碼請我喝咖啡 香港或者海外的朋友 可以留意下半部分 左邊就是香港的朋友 可以用Tap&Go 而右邊 除了香港之外 海外的朋友 都可以用PayPal這個方式 可以掃這個QR Code 大家的支持都對我很重要 讓我可以陪大家走得更遠 這個頻道 都能夠一直可以 好好地去營運下去